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 有一个古老的村庄舍村 在那儿保留了 距今四百多年的徽派建筑风格古名居 潘氏老宅和潘氏祠堂 舍村地处紫金山路东南 距南京主城区近十三公里 是一个美丽的宜居的山村 舍村社区现有常住人口两千余人 高寿者众多 辖区面积十六点四六平方公里 物产丰富 它坐落于青龙山 黄龙山 恒山 三山环抱之中 为丘陵地带 是天然养疤 舍村境内水资源丰富 九十大小水塘 水艳 新罗其部 现在天云霜龙两座湖泊蓄水四百万方 是调节气温的重要自然资源 据舍氏家谱记载 原末明初 该族先祖未必战乱 由河南开封府迁徙于此 当时舍村地处偏僻 一片荒芜 他们修茅舍 肯荒地 心情耕作 繁衍生息 村落两侧 山脉 绵延数十里 似两条飞龙 村民 起村名为 龙村 据传 因龙 有犯上之险 明朝朱元璋 强令村名改 龙村 为舍村 故舍村村名 言语至今日 舍村历史悠久 境内古物众多 生铁堂 此堂位于王家村 村名石碑旁 据传 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 为巩固其一桶江山 严禁私藏兵器 并下令 交集而焚毁之 此残渣于铁 凝聚成堆 其形如牛 又因此地低洼 久而久之 形成铁牛细水 以骑井 古井 井圈上 有内凹堪状二处 一刻井泉龙王之位 一刻大明年间 唯一源泉 至大清 甲申年 改制为井 该井数百年来 一直为一大半村的村民 饮用水井 井水清澈甘甜 该井已列入 区集文物保护单位 古树 那棵高十余米的大柏树 历经五百多个春夏秋冬 成为这座古村 沧桑变迁的见证 叶凡之貌 郁郁葱葱 甚是伟岸 古花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枯枝牡丹 古雨气节前后 三日内开花 花馅准确无误 竹干似宝金风霜 憔悴玉朽 如干柴一般 衬托着花朵的叶片 繁茂厚实 清脆欲滴 古民居 以潘氏宗祠 潘氏住宅 蛇氏住宅为代表 是南京地区 迄今发现 保存最完好的 江南文化优秀古建筑群 建筑风貌古朴 具有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 和典型的南京地域特色 他巧借环境 枕山 环水 面平 以青砖黑瓦的灰派建筑 展现了历史年轮下流淌的诗意 今天的蛇村人 正以勤劳的双手 精湛的记忆 修建他们自己的家园 未来潘氏老宅 潘氏祠堂 天云湖运动村 花艺园 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 梨花谷等众多景点 将以全新的面貌 全新的姿态 期待您的到来 蛇村宛若其顾名一般 阳天长啸 代时日 巨龙腾飞 平地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